今天我們的頭條就跟你討論過了Omicron 那現在為了防堵Omicron 在亞洲已經開始有部分的國家 已經有些措施了 譬如說像是日本 日本因為國立感染症的研究所 在28號的時候 就已經把Omicron列為高關注的變異株 就是把警戒層級拉到了最高級 所以接下來包含你看商務課 另外還有留學生 接下來是暫時都可以不用進入日本 講嚴重一點 就是日本現在已經閃電鎖國 事實上不只日本 其實G7的衛生部長 接下來也說了要來開緊急會議 主要就是要討論Omicron 那這一回召集的國家是英國政府 剛剛好 因為英國現在境內 也已經有三例的Omicron的確診病例 所以接下來G7就要趕快討論這個病毒 另外包括安哥拉 現在也宣布了要停飛 包括莫三比克 包含奈米比亞 另外還有南非的所有航班 成為了這一回第一個打出經費令的非洲國家 那如果單單講旅行禁令的話呢 其實現在已經全球有至少44個國家 對非洲這個地方實行了旅行禁令 那美國呢 現在怎麼看待這個疫情呢 其實他們也很僅限 那布林肯前天呢 在跟南非國際關係以及合作部的部長 也就是潘道爾開會的時候呢 就說南非呢 其實現在通報的很快喔 檢驗的也很快 但是呢你們接下來應該要趕快分享資訊 而且要保持透明 當世界的表率 好的 問到這裡南非什麼時候可以變成了一個世界表率 當然這不是歧視 只是說在疫情方面 第一個很久很久以前面對疫情的國家不是中國嗎 所以這個對話是不是在暗奉中國 那同樣呢扯到中國 在剛剛結束的這個週末 很多報導在猜測一件事情 說這個Omicron 它其實是一個希臘字母 但是呢其實在Omicron之前 Delta之後 其實還有包括Nu跟C 也就是Nu跟Xi 那當初呢WHO解釋說 Nu這個字的發音呢 因為跟這個英文字母N E W 新的有點類似怕搞混 好 所以這個大概還可以理解 但是這個戲為什麼會被跳過呢 現在世界衛生組織的說法說呢 因為它很像是一種常見的姓氏 而且呢原文就說了 It is a common last name 所以呢 對中國的疫情 現在是不是會擔心得罪習近平主席呢 現在WHO還是難辭急救 或許也不會解釋 不過呢中國現在面對新疫情 他們自己也要發聲 環球時報呢就寫到了一篇社論 說呢中國先前啊 說這個動態清零路線呢 西方國家就一直在批評我們 說你看我們要想盡辦法清零 可能會影響我們的經濟啊 影響到全球的供應鏈啊 害到全球最後還反過來害自己啊 但是每當疫情發生的時候 最有能力阻擋他們入侵的就是中國 因為我們中國就採用動態清零路線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現在疫情再起 東亞國家甚至全球國家 又開始在討論如何防疫的時候呢 中國跟美國似乎又開始吵架了 但是呢回到亞洲 日本施行閃電鎖國 他們的官方到底說的是什麼 包含首相岸田文雄 今天稍早也出來開了記者會 他的談話內容到底是什麼 一起來看 一起來看 一起來看